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祭拜祖先的时候 我们应该拜素食还是婚食呢 这个实际在食物方面 选择婚还是素 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这些过世者 他在享用这些食物的时候 他并不是去吃的那个东西 你弄一个烧鸡去拜拜 那个烧鸡还在 你弄一碗米饭去拜拜 那个米饭还在 那么到底他们吃了没有 你做一个实验 就是祭拜过这种亡鸣的米饭 同样的 你一锅里盛出两碗米饭 一碗拿去祭拜 一碗放在自己的餐桌上 那么你待会儿祭拜完了以后 大概过两三个小时之后 你再拿过来温两碗米饭的味道 完全不同 那证明什么 证明你祭拜的那一碗 已经被他们享用过了 这个享用过了为什么还存在 因为它吃里面的是那个能量 说不好听的叫气也好 叫暗物质的能量 有物质转换出来的能量 能量可以在暗物质世界 跟物质世界通用的 叫能量守恒 所以关于这个也有一个故事 以前咱们中国有个神仙叫吕洞斌 吕洞斌是八星之一 他也不是神话故事里的人物 他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真实的修道者 修炼者 他修炼成功 他修炼成功以后 有一天他在一个地方就遇到了一个僧人 那这个僧人也是死了之后 有灵的这么一个身体的存在 那么就跟吕祖两个在聊天 聊天以后吕祖就跟他讲说 这样吧 我们一起去应供 因为刚好村子里有个大夫长者 在家里设宴 设宴摘这个天下的僧道 就是僧人也可以来吃 稻人也可以来吃 那么这个人说 有应供 我们就一起去应供 就去吃东西 结果到了人家这个大户 园外门口以后 他有一个门人在那接待 就喊他要向你通报 就喊 来喽 以为道死 然后这个僧人就很生气 狗眼看人敌 这家主人一定是 只重视道是不重视 我们这些僧人 所以是他也就心里不高兴 然后他落座的时候 然后人家拿网筷 有客人来拿网筷准备上饭 然后拿过来 拿过来只拿一套 放在吕祖面前 然后没有他 给他这摆 然后他就很生气 但是吕祖就说 我这旁边还有位朋友 你再摆一副 那个人说 他什么时间到 然后吕祖说 你别管了 你摆上他一会儿就到 那个是和尚气的 明明我在着 然后又说我 能什么时间到 不管了 摆上了 摆上了以后 人家盛饭 给吕祖盛 没给他盛 吕祖说 你把这个也盛上 结果是盛上 盛上了以后 两个人就吃 吃完了 人家把吕祖这幅网筷 就都收拾走了 他这面的就不收拾 但是这个僧人 看自己的面前 这个东西也都吃光了 然后人家的仆人 就问吕祖说 旁边的你朋友 什么时间来啊 吕祖说 你收拾吧 他已经吃完了 没吃吧 东西还在 怎么会吃完 他看是空的 别人看是 人看是真实的 那最后他觉得 有点不太对了 他说演戏也不能这个演法 那么最后呢 就是出来 两个人出来以后 他就请教吕祖 是怎么回事 那么吕祖说 你只是一种阴灵解脱 你不是精神解脱 你不是通过修炼 使自己的抱身 这个肉身 也化编成光的 这种实在体的解脱 所以是 别人看你是看不见的 你看别人是看不见的 这种只是单独的 这个灵的这个方面的 一种灵魂的解脱 那还不是真正的 幸运双修的 这个成功 那么从这个案例上 你可以看到 那么真正的 他吃的东西 他自己看是空了 别人看是有的 所以对鬼道众生 你供的这些东西 自己王子 仙人 你供的东西 你看还是存在 但是实际上 他已经把那个气 把那个能量都吃光了 在他看就吃空了 这就是两个世界的 这个不同 所以是 那么刚才讲了 到底是用荤的素的 那他只是吃里面的气 吸收里面的能量 他不是吃那个味道 不像我们活着 嘴馋 吃味道 他吃那个能量 召唤成的能量 你拿这个荤的拜 素的拜都是一样 那么为什么我们鼓励 拿素的拜呢 因为用素食拜有香气 他也可以享受能量 不杀生 那不杀生就 没有把这笔账 记在过世人的身上 所以说你为了 祭拜祖贤 杀了一只猪 杀了一头羊 杀了一只鸡 一只鸭 或者是杀了几只鱼 那这个罪过 寄到祖贤 过世的人身上 是为了他而杀 那么他在另外一个世界 要承受业力的 残扰 所以说对他的这个 生命是不利的 所以说 那么当然今天 那么现代生活 现代社会 那么实在你说 担心自己的仙人 一致是吃荤食的 那你要用三净肉 三净鱼 什么叫三净 就是不是为他而杀的 不要去超市 去菜市场买个活鸡杀给他 去超市里面买那个冷冻的 他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那这个叫三净 不为他杀 他也没看见杀 你也没看见杀 你也没亲手杀 鱼虾这些东西 也要用这个三净的 三净鱼 三净虾 他已经死的 不是因为你而死的 那么用这个做成美食来祭奠 这是不得已的 用这种的方法 所以是这个 但是最好鼓励 还是用素食来办 那么他既享受了你的心意 享受了能量 又没有造念 这个方法好 好 非常感谢张博生教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心仪节的点点滴滴 关于笑道这个系列 那接下来我们在4月1号 OOSS将会举办 这个清明节法会 那我们非常荣幸 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名师 张博生教授 带领我们大众 一起来进行不同的仪式 还有了解 这个清明节的意义 所以呢 如果有兴趣来参加 我们这个清明节法会的朋友呢 可以上网报名 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我们的 智慧生命大讲堂之笑道 那接下来我们会推出更精彩的内容 所以记得锁定我们的波道 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 高度人生智慧生命 下次见